哈喽大家好,我是牙耳飞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老菜是 五花肉炖老豆腐 这道菜所需要食材是 干辣椒 八角,桂皮,香叶 姜 大葱,五花肉 老豆腐一块 接下来开始味料 首先把老豆腐切片 稍微厚一点 放入温盐水中 浸泡个20分钟 去一下豆腥味 在浸泡豆腐时 我们切一下其他配料 五花肉,也给它切成厚片 一片大概都这么厚 切好之后,把它放到碗中备用 姜,切成蛋姜片 葱,切成葱分 切好之后 给香料放在一起备用 食材备好,接下来开始制作 烧干锅中水分 加入适量底油 然后加入几粒冰糖 先给它炒一个糖色 然后用勺子 把冰糖给它敲碎 敲碎之后 再转大火,把冰糖熬化 在熬至冰糖时 一定要不断的搅入 炒至成枣红色 然后加入开水 然后把它打出 备用 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把切好的五花肉 冷水下锅 加入少许的料酒 再去下腥 开锅之后 打出浮沫 然后把五花肉捞出 冷水过下凉 清洗一遍 然后重新起锅 烧干锅中水分 加入少许底油 油温烧热之后 下入控好水的五花肉 倒在煸炒一下 炒出里边多余的油脂 煸出五花肉里边多余的油脂之后 下入桂皮、干辣椒、香料 大量葱姜 然后再给它煸炒一下 炒出料香味之后 加入糖色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水烧开之后 加入一勺半点盐 鸡精一勺 五香粉一勺 再来少许生抽 然后下入老豆腐 盖上锅盖 转中火 炖煮五十分钟 时间到 打开锅盖 然后焯出里边的葱姜香料 干辣椒 挑出里边的香料之后 然后转大火 收汁 把汤汁收浓 汤汁收浓之后 关火 盛出 今天这道菜 吃着完成 喜欢的朋友 可以点击下方关注 每天都有不同的家长菜 分享给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